霍建华病情加重 现在连放射线疗法没有效果 头发掉光瘦骨如柴 林心如心疼老公日夜陪住 陈乔恩现身医院探望 现如今娱乐圈有很多明星夫妻 很大程度上同属娱乐圈 大家可以相互理解 而圈外伴侣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自威格格林心如在自己40岁那年 把自己嫁了出去 而且对象还是自己一十多年的老友 林心如的老公大家都很熟悉 他就是老干部霍建华 虽然两人也是圈内有名的明星夫妻 但他们的婚姻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 最受非议的也是两人一十年老友 一招变夫妻 当时两人突然宣布结婚的消息轰动了 整个娱乐圈 到现在依然有网友觉得霍建华是被逼婚的 转眼两人已经结婚三年多了 但结婚没多久两人就频频被传出离婚的消息 尤其是最近关于两人离婚的消息被赚得越来越多 比如林心如减去多年的长发 本来就是换个发型这么简单的事 却硬生生被吃瓜网友解释成离婚的证据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当年林心如因为琼瑶阿姨的环珠格格火遍两岸三的大江南北 在剧中她饰演的紫薇格格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有才华 不知道俘获了多少观众的心 但后来也因为剧中和周杰的蛇吻风波 让她的个人形象受到很大的伤害 此后的很多年林心如都很少到内地发展 就连她和老干部霍建华结婚后 霍建华也很长时间没有营业了 用网友的话说就是被林心如连累的 关于林心如的黑料网上铺天盖地都是 最近关于她和霍建华离婚的消息也是越转越厉害 据台媒报道霍建华和林心如在大街上吵架 霍建华情绪激动到直接当众暴打林心如 林心如伤势严重已紧急入院治疗 从曝光的视频来看霍建华情绪激动非常生气 发现有人拍摄她止住镜头怒吼面目猙獰 第三十二届金鸡奖开幕是于本月一十九日晚在厦门举行 据悉林心如将会出席并且已于今日抵达厦门 她以针织开山内搭印花接续 再搭配破洞牛仔裤的造型亮相机场 整个人看起来清新又素雅 即使她戴着帽子和墨镜 也不难看出她完全没有受伤的痕迹 可见所谓的当众被霍建华家暴 只是子虚乌有的谣言 其实熟悉林心如夫妇的网友都知道 他们俩的婚后生活只是非常低调而已 平时两人也会互相探班 一起庆祝节日等 近日霍建华的新电影 大约在冬季上映 作为妻子的林心如也是第一时间 发文为老公做宣传 而且还用心搞了转发抽奖送影券的活动 最近林心如还参加了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 她更是在节目中大肆秀恩爱 她毫不掩饰地高调表白霍建华 我嫁给霍建华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此前林心如出席活动也曾透露 霍建华是非常有担当的男人 家里的一切事物都不需要她操心 可见林心如和霍建华的生活 是真的很幸福了 在大家的心目中霍建华是一个 长得非常英俊的男明星 尤其是古装扮相更是如此 曾经在荧幕上塑造了无数经典的人物形象 也正是因为如此 人们还评价她是天涯似美 足以见的人们对她外貌的认可 只可惜如今的她却很少有作品出来 人气自然也不再像是往常那样 居高不下了 提到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脑海里还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那就是喝住酒洒脱的白长青 以及一袭白衣英俊潇洒的白紫画 这都像是可在粉丝脑海里的回忆一样 只可惜回忆终究是回忆 不得不承认的是 曾经比胡歌还要火的一线男明星 结过婚以后 名气就在再也回不到巅峰时期的状态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 婚后的她有助明显的发福 整个人的颜值大幅度下降 和旁边的娇妻林心如有助很大的差别 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到中年必发福的状态吧 照片中的她并没有画任何的妆容 脸庞比以前胖了一圈不止 关键是神态也显得非常沧桑 也正是如此 让人大吃一惊 反观林心如比霍建华 还要大上三岁 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甚至因为保养得到 看起来也不过是刚过三十岁的年纪 再加上身材也维持非常好 两个人当年结婚的事情震惊全网 结过婚以后双双没有什么消息 不知道这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而许久不曾露面的林心如最近 更是和刘涛参加了一档真人秀节目《亲爱的客栈》 从一些花絮可以看得出来 她即便是素颜也是很好看的样子 并且浑身散发著温柔的光泽 不过当工作人员问她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在倒退的时候 她明显眼眶湿润 表示我从来不争什么 网友直呼两个人结婚三年林心如还是林心如 霍建华却不再是当年的霍建华了 大家觉得她是因为什么没在火呢 注意力量的关系 有关系在打霍建华博物词中心如维小伙认的